歡迎來到提箱的ASMR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足球 這周日就是世界盃決賽了 還有法國對克羅蒂亞 周日晚上11點,你準備看嗎? 作為一個對足球完全無感的人 實在是非常羨慕那些可以為之狂熱的球迷 不過,雖然我不是球迷 這間世界盃,我還是看了幾場的 因為,我也很好奇你們為什麼這麼喜歡呀 這間世界盃對中國球迷來說還是比較友好的 因為基本上前面角逐是六場的時候 每天兩場比賽 有一場都是晚上十點開始的 雖然對於我來說 那也可以算是熬夜看球了 但是至少看完第二天 精神不會困到萎靡 我看球很隨意 因為沒有支持的球隊 聽說,女人看球都是看帥哥去的 不過我看了 我看了看去,好像也沒有看到 顏值特別高的 可能因為今年意大利隊 連32強都沒進吧 拉低了 拉低了整個世界盃 參賽隊伍的整體顏值 不過,我也不光看臉 基本上我屬於牆頭草勢看球 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邊隊伍進球了 就希望那邊隊伍也能進一個 那邊隊伍進球了 又希望這邊隊伍能進一個 所以,整個人的立場 老實歪來歪去的 一點都不固定 所以,前面大概看了四五穿的樣子 都是晚上十點開始的 我第一場看的是 英格蘭對巴南馬 這一場,看了我有些崩潰 因為,在我的想像裡 足球雖然是需要力量的 碰撞之類的在所難免 但是,還是應該比較紳士的 而這場比賽在我眼中 簡直就是一場肉骨 原來足球 原來足球是這麼提的嗎? 我實在有些難以接受 不過,後來聽說 巴南馬也是第一次挺進世界盃 又覺得可以理解了一些 畢竟,中國這麼多年來 也就進過一次世界盃 02年的時候,我還在上學 跟同學們看了幾場 那表現 嗯 好歹人家巴南馬還進球了 值得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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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釣釣裡有種詭異的魅力 現在每次聽到的時候 都會回想起那個夏天 主要是當時的我 真的好年輕 第二場看的 是法國對巴西 兩個國家都可以算是足球好門了 雖然我是學法語的 對法國對 也沒什麼特別的偏愛 大概因為現在的隊員都太年輕了 而我的學生時代 還是西達內的天下 總部來說 還是很心疼美希 每次開場前的廣告 都能看到旁邊的彈幕裡 在吐槽它 那場還是蠻驚艷的 看得高潮跌起 差點連壓迫都不夠吃了 第三場看的是瑞士對瑞典 這場真是不知道怎麼說了 反正我看到最後都沒看明白 哪個顏色的球衣是哪個對的 第四場看的是烏拉圭對法國 這場是最讓我印象深刻的 比賽什麼情況我已經不記得了 我只知道 那天我興奮地點了兩份 微辣的絕味壓迫 微辣喔 結果還是把我拉到飛機 看完以後 我足足在房間裡 抱走了一個多小時 才試一下 再玩點 都能趕上兩點那場比賽了 早上醒來 早上醒來 胃裡還是辣辣的 不知道大家看球的時候 都準備了哪些零食呢 有多是在哪兒看的球呢 酒吧這種地方 應該是血脊方剛的年輕人去的吧 像我這種上了年紀 也完全沒有酒量可言的老阿姨 基本上 就是在家點個外賣 邊看邊看球 其實就是借著看球的名義 在晚上吃東西 總覺得好像垃圾食品跟球賽更配一些 薯條 薯片 炸雞 鴨脯 啤酒 可樂 我喝的飲料可能相對冷門一些 我喜歡喝一點 瓦哈哈粗的格瓦斯 不過這些東西我吃了 總歸是不太舒服 年紀大了 要服了 我覺得最適合我的 配酒零食 應該是 酸奶 牛奶 各種水果 然後 喝白開水 另外 正好也要提醒大家 因為有一天 點了肯代機外賣 很久都沒送到 宋蔡人說很忙 宋蔡人說很忙 後來才意識到 原來那天晚上也有比賽 所以 方面這場決賽的時候 要是要準備食物 一定要早點點喔 因為 因為 看的人 肯定也很多 看球的時候 經常聽到傑舍 在那裡介紹 這位球員是多大的年齡 機場球上來 發現自己 這是一個看著一群小孩子 在球場上 跑來跑去搶球玩的 老年人 不過 這一點都不妨礙我 以看球的名義 勞記福利一下 所以 馬上就球賽了 你比較看好 或者支持哪個球隊呢 來看看 你的眼光如何喔 今天的門外漢砍球 就到這裡 祝大家晚安 再見